爱吃臭豆的国人可能会嫌臭豆贵 那您又知道为什么臭豆会这么贵吗 臭豆的市价之所以高 是因为从山林里的运出来的臭豆 都是采摘人冒着生命危险 和挥洒着血汗换来的大自然馈赠 马上透过镜头带你去看看臭豆农民 是怎么冒险采摘臭豆的 位于霹雳太平巴都古牢区 勒伯甘榜一带 是盛产臭豆供应全国的宝地 这里天气偏凉是臭豆树种植的最佳环境 臭豆跟榴莲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有着重重且特别的气味 爱它的就会视如珍宝 爱它那臭的发香的味道 不爱的就会百般抗拒 蜕壁三舍 臭豆生长在树上 而臭豆树的高度依树品而定 一般臭豆树有20米高 也有30到40米高不等的 虽然说采摘臭豆利润可观 但是高利润的背后就是高危险 臭豆农需要攀上这些大树采摘臭豆 谈何容易 要爬这么高的树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臭豆能的基本要求是不畏高 以及擅长爬树 每回收藏臭豆时就要绑着绳子 攀爬至少数十米高的臭豆树 拿着长杆形镰刀 采摘一串串掉在树上的臭豆 然后透过绳子 把臭豆夹划送到在树下接应的同伴手上 伊斯麦也透露虽然他本身也能采摘臭豆 但是随着年龄渐老 伸手不如年轻人般灵活 所以他火源里的臭豆 都交由他人采摘评分收入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政府能关注臭豆种植业 把国内的产量提升 将来可以自给自足 减少从泰国进口 促进国家经济